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0年5月6日,是个星期三,我们进行中午的分享聊天,跟大家随便聊一聊 我们昨天说过,我们所有的疑虑,我们最大的关注,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目前只是一个时间,时间呢,不会太久,对不对?不会太久 刚才呢,我也听了这个,是中国银行的前行长,不要误传成央行,央行跟中行是两个单位 央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中国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他们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尤其是我们从事数字货币的,在常识上犯这么严重的错误,我听了这个前行长李李辉先生 长篇的这个语音直播,非常受教育 最后他也对于这个什么时候问世,什么时候出台的问题,也无奈的说,他不知道 当然这个不知道有两种可能,一个确实是不知道,一个是不能说 所以只能讲不知道,但对我们 所有普拉索肯的用户啊 现在的的确确是啊 时间 不会太久,但也不要 每天都纠结于此 我最 不愿意听到的就是都十个月了,都几个月了 不要讲这样的话 没有一条法律规定 十个月要给你什么 十一个月要给你什么 啊 要搞得好像就你着急 啊,就你 熬了十个月 三百多万人一块过来呢 还有很多熬不住只死掉了的人呢 啊 这个 我们说过啊 我们跟普拉斯托克的关系啊 是投资以被投资 或者说用户跟平台 普通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从共同 我们都是在共同在冒险 在创新 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 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啊 要求双方都去遵守的 就是共同承担风险 共同享受结果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你都有跟这个相匹配的心态 不要是觉得自己去到一家啊 餐厅坐那里啊 就得由服务生把菜单递过来 毕恭毕敬的听你吩咐 然后你还可以挑挑简简 支支点点啊 指手画脚 当大爷 对不起啊 你来错地方了 甚至有时候普拉斯托克是大爷 你连小弟都不辱啊 这是事实啊 我们是做投资的 始终要知道 投资这个里面 第一要有风险意识 要有风险观念 什么叫风险 就是你想的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你想要的他没有给你 你没有想到的 你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 你都得去面对 而且是积极的面对 如果你消极的就考虑一下 你是否会对猪肉的价格造成影响啊 就昨天结尾说的那个话啊 话操你不操啊 成年人啊 应该听得进去啊 不要纠结于表面啊 不思文啊 但是那个道理啊 你必须的接受 这是对你的一个 是需要每一个在风险市场上的人啊 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啊 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不可测的 我们叫做风险的东西啊 第二个概念 就是要有代价啊 什么叫代价 在经济学上 它叫成本 在生活中啊 我们 有八个字啊 我看很多 plus token的用户喜欢用这八个字做自己的签名 我觉得很好 这八个字就叫 欲带王冠 必受其中 一个人啊 一个农民 面朝黄土 背朝天 七草贪黑啊 有时候 辛辛苦苦 长出来的苗被大风刮跑了 是吧 刚结在树上的果子 一场暴风雪刮走了 就在风调雨顺的时候 能挣多少钱 那么 在单位里上班的啊 能挣多少钱 那开店的能挣多少钱 哎 那辛辛苦苦在市场里追赵杀爹炒逼炒合约的又能挣多少钱 你躺在那啥也不干 每天就开打开手机看看又到账了 烦死了 天天都到账 天天都变现啊 那是在六二八之前 你从来没有想过代价啊 那么现在代价是有点惨重啊 但是啊 毕竟我们啊 这个付出的代价 很快就会见到结果 很快就会回报了啊 我们说好饭不怕晚啊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 不要光羡慕贼吃肉 要知道贼挨打啊 这十个月 很多人都出一个被被动挨打的状态啊 那 打几下要注意你的成长啊 你在这里不挨打 在别的地方就会挨打 在这里没把你打死 在别的地方死不死就不一定 你就看你在这里 是否在这种摔打中啊 锻炼出了足够的免疫力 金融市场啊 首先是风险 你头脑中 实际都有代价的意识 再一个 我们是在 我们大家都是出来赚钱的啊 还要讲一个啊 常常被人忽略的叫做实力 有什么实力说什么话 有什么实力叹什么息啊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啊 最近啊 也不是最近前段时间吧 前半年疫情之前吧 网上有个话题叫996啊 居然有人去讨论996合不合理啊 按照劳动法啊 加班是要补偿的啊 按照这个那个 我一个星期工作五天 人家欧洲才工作四天呢 人家一天只四个小时呢 这就是典型的啊 忽略了自己的实力 才说这个屁话 你要如果在深圳啊 甲方永远就一句话 你在你说这说呢 讲这讲呢 永远回答你五个字 你可以不干 完蛋 你没有条件 没有资格跟对方讲条件的时候啊 你只能选择要么走人 要么继续忍受承担这一切 不是吗 多少人能找到有那个机会去996 都已经感谢八倍祖宗了 是不是 我记得我在二十多年前啊 九几年我在深圳出差 我们那时候条件都艰苦啊 住一个宾馆 还有两三个人呢 来个大学生戴个眼镜 气喘吁吁的 哎呀 当时也是跟普拉索肯的人一样 啥啥情况呢 端着今晚要饭 坐在金山上哭鼻子 看他挺辛苦的 问他干嘛去了 面试去了 找啥工作了 哎呀 找了个叫什么破华为啊 才2000块钱一个月 但是不干呢 又没别的人要我啊 为啥呢 因为他妈他学的是计算机 一个比较偏门的专业啊 好像是华中理工大啊 华中现在的改名叫华中科技大学啊 还是研究生 那你想如果二十多年啊 他现在至少应该年入百万了吧 作为一个华 作为华为的资深的技术人员啊 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 对不对 研究那个企业管理的那个讲管理学啊 基础学问里面 他把人呢 分成理性人 感性人 什么经济人 一般经济学来把人就是因为经济 经济就是经济的经济啊 不是那个角丝旁啊 就是讲经济政治那两个字啊 就人都是理性的根据利益得失来主导自己行为的啊 很多人啊 好日子 不是好日子吧 正常生活过惯了啊 误入了这个风险四伏 风险莫测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 创新型的啊 金融市场 我们说的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啊 这个市场最大的特点是没人跟你讲道理啊 没人跟你讲道理啊 一切全靠运气啊 他在正常生活中当惯了大爷啊 被浇灌了一生的公主病 少爷病 一开口就是怎么还不开放呀 都几个月了 你是谁呀 你问谁呀 谁能回答你 谁有资格回答你 谁有义务回答你 你花多少钱来找这个答案 有的人是把命都放出去了 是不是啊 你问这个问题合适吗 我还不说那些 昨天跑到那个李李慧先生的直播间去问 什么时候开网的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们说的德不配位必有栽殃啊 话要在合适的地方 对合适的人说 问题也要找对人去问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就好像影视剧里表现的在四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情况下 你没你你脑子有病的跑到大街上 我是共产党员 是不是 你敢吗 你说完了 你人头就挂到城门上了 你傻逼跑到他妈的直播间还问普拉松个什么开网 这么说吧 普拉松开网是一定的 这边是锣鼓炫天 人山人海 敲锣打鼓的庆祝 但是另一边啊 另一边并没有放松对他的司法问责啊 还是有人在被喝茶啊 YC的世界还没有了结啊 我们说他不影响开网 但是他主宰不了开网的进程 但是影响还是有的 方黄面面的 其中一个就是 普拉松托肯的污名化与正名化的问题 什么叫污名化呀 啊 你现在问一个陌生人啊 跟个不断的网上随便找一下 不在普拉松克用户群体里的人 你提起普拉松克人家最先冒出来的是什么 那就叫已经被污名化了啊 这是需要一个校正过程的 也是需要耐心去等待的啊 在这么一个言论恐怖之下啊 你还是少 发一点啊 少抱怨一点 少扎唬一点啊 学会闭住嘴巴 在你实力不允许的情况下 学会做一个哑巴啊 你以为普拉松托肯 就是指头一按就开了 指头一按就没了 指头再一按又开了 那么简单的事情 他的官网是不同寻常的啊 单纯的六个人享受的待遇 你想在南太平洋岛国被专机接回来 目前我们大天朝还没有哪个级别的干部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难道 这事就了结了 这事肯定会了结 肯定会圆满的了结 网肯定会开 但是这背后有多少人在做多么艰巨的工作啊 当然你可以说啊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能说没有啊 是他们这些啊 兼具复杂的 而且我们说就好像一个奔驰在地下的地铁一样的啊 这么一个工作啊 终于把曙光呈现给我们啊 让我们看到了测试板 甚至有些手痒的人天天去去摸一摸动一动啊 我们说啊 不要有一些猪队友因为自己的轻举妄动啊 自己的无知无畏的乱说话啊 你到时候不要去怪开网为什么这么久 很多事情就是被你自己耽误 被你自己破坏的 他讲的就是实力 你不具备对话的实力 不具备谈判的实力 不具备提问的实力 这是从你拥有的资源上面来讲 还有一个实力 刚才说算是硬实力吧 那软实力呢 你没有相应的知识 你提不出算是问题的问题 你只能制造一些笑料 啊 闭住嘴巴很难吗 我要不要讲那个故事啊 一个鸟小鸟啊 闭不住嘴 结果一泡牛屎就把它盖住了啊 你们这些扎扎呼呼的人 是不是也期待一泡牛屎啊 这十个月啊 很多让人哭笑不得 踢笑皆非的问题 都是这些小白提起来的 你说你十个月之前是小白 是情有可原 过了十个月 十个月是什么概念 一个大学生啊 可以读完一年的书了啊 因为他要寒暑假去掉 他读书的时间 一个学年 还不到十个月来啊 可以学满一门课程了 就是说这十个月让他啊 从小白呢 确实学到一些 增长了很多知识啊 我希望这些人是大多数 关于实力的 还要再说几下啊 为什么说那是少爷病 公主病消费者病啊 这是被社会灌起来的病 我们最常见的一句话 消费者是上帝嘛 对不对 你到银行去啊 你现在到任何营业部 哎呀 银行员工给你 哎呀请坐 哎呀 给你还翻腰巨工呢啊 毕恭毕敬的 跟地上个这个那个的让你看啊 还给断杯茶让你喝 隔在二十年前有吗 没有的 二十年前啊 我操一九九九年啊 那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改革开放 已经相对市场经济了 我在那个北京啊 去吃早餐 就在中联广场旁边的一个高大上的餐厅啊 那里面的服务员一个个的穿穿的很齐整的啊 表情严肃啊 你进去没人搭理你啊 你坐在那里 五分钟没人理你 十分钟还是没人理你 到了下一个五分钟就整个二十分钟 你已经饿的前胸切后背 你看到别人就在那吃着呢 那服务员端过来端过去从你跟前看了看不到你 你实在忍不住了 你一拍桌子怎么没人给点菜了 你说请到前台啊 后来一看那是国营的啊 1999年北京还有国营的餐厅 有什么服务态度啊 没有的 那年我刚到北京刚下飞机啊 朋友推荐住在那和平里的一个什么林业部招待所 真好下午啊 搭个车到宾馆 东西一放好啊 六点五十啊 六点五十啊 出门那时候北京的黄昏啊 吹吹风啊 跟朋友打了电话 哎好 到了那个前台呢 前台旁边还好啊 有那个卖烟 卖矿泉水的 哎买包烟吧 我说买包烟 人家 那个服务员一看表 对不起七点了 下班了 不卖了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首都啊 那个时候啊 你只以我们七零年代的人 小时候 就是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 已经司空见惯这一切了 啊 但是应该从八零年代的时候 啊 基本上这种社会服务也是空虚平衡的 你说不了被别人当成上帝 不至少你到营业场所啊 来生意了还是有人做的啊 那在一九九九年呀啊 在北京啊 人家有生意也不做啊 那才叫真正的大爷啊 我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你要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生活过 你感觉这两个城市截然不一样啊 有的地方全是大爷啊 除了你不是 有的地方全是大爷啊 包括你啊 但是 这个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啊 我们说消费者是上去 比方你到政策公司 政策公司啊 比方原油宝这种事情发生了啊 他在嚷嚷啊 然后那个受损的客户不是去维个权 什么国家就会给回应你 对不对 因为原油宝这些确实是很扯淡 啊 你中行推出的原油宝 然后你是个中介啊 我在你家就放了一万块钱 你拿着一万块钱去投资 对不对 不是我直接在市场里投资 然后你造成了一百万的亏损 议论上也好 法律上也好 我投了一万 我只承受一万的亏损 知道吗 你剩下的你要中行自己买单的 但中行 他就是电大机客 对不对 后来被我们移民的人民政府啊 及时的制止 里面都是啊 实力不对的 客大气垫 电大气客啊 但是太过于失常的情况下 违反社会正常伦理 违反明显违反法律 那么还好 我们有个超级大爷啊 就是我们党和政府 还是会来为人民做主的 你在做投资 做金融区块链的时候 有人给你做主吗 没有的 这是个灰色地带啊 灰色地带都是大家悄悄的正悄悄的陪悄悄的当大爷悄悄当小偷啊大家都是这样心知肚明的啊全揣兜里有就有啊赶紧花掉没有他妈认了再搞下一个 所以说这个行业里面最傻逼的就是那围权的没有一个能围出权来 结果把自己围到里面去的大有人在 这都是天亮不清楚这里面的实力对比 吧 你有什么资格抱怨啊 你不至于天真的说抱怨是我的人权 人权也是有代价的啊 你准备花多少钱来买你这个人权 我们看到疫情的时候一位留学生啊 那么天真的啊 就要喝矿泉水 可以啊 你准备花多少钱吧 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啊 我不谈概念 对不对 把你隔离那政府强制性要求 你必须遵守 这个没有什么谈的啊 全世界都一样 你说啊 在外国都是喝矿泉水 在这里不喝这个水 可以 你可以不喝 对不对 要喝 你准备付出多少代价 你又不愿意付代价 又拒绝喝水 又不想死 那你挨拽打地 是吧 这很科技 这很明白一个事 我们讲来讲去啊 还是回到我们的本分 我们是来挣钱的 不是来吵架的啊 但是挣钱是凭着讲道理挣钱啊 我们没有那个资源啊 我们没有那个资格 没有那个条件啊 把人从太平洋南边一个岛国上弄进去 哎 然后把币弄过来弄过去 哎 这些人都是有资源有条件的人啊 我们只是无语中卷入了这场博弈之中 我们分析判断啊 觉得这事有戏 也是基于所有的商业游戏 所有的投资都是力量博弈的结果啊 这想的是不是要抽象 简单说 这究竟是一个骗局还是一门生意啊 生意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骗局戳穿啊 大家只有跑路啊 跑路就有人去抓他 抓回来钱没了怎么办呢啊 骗局的钱必然是没有的啊 因为他会有开支 但索性我们做的是区块链 账上查的明明白白的 发现利润惊人啊 造学功能如此强大 实力惊人 而持有N个主流病 名列前谋 这是一个多么暴力的生意 一个正常人啊 都不会把它破坏了 让它关闭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只会下蛋的鸡 对不对 你不就想吃鸡蛋吗 啊 这只鸡下的是金蛋呀 你他妈一看了 我要拿它去做大盘鸡 你脑子有病啊 你随便买哪个土鸡 不能做个大盘鸡呢 而他每天就下那么多的蛋 是不是 你稍微算算账 都会留鸡而取蛋 不是个道理吗 所以说十个月之前 至少是八个月之前 就告诉你 这个肯定会开啊 我们当时啥也不知道 我们就相信他会开 就基于上述的基本逻辑判断啊 加数据的支持 现在所有发生的一切 不就是在证明我们当时的推断是如此正确吗 因为它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符合正常的人生伦理啊 因为谁去把这个鸡拿走 谁又把这个鸡开放给大家继续取蛋 那是另外的话题 但是这些人 肯定比我们有资源有实力 足够让我们闭嘴 足够让我们不闭嘴的时候 也不会给你派专机啊 让你去到该去的地方去学会B组 所以说啊 到现在啊 这碗好饭啊 大家都闻到香味了 但是还是不要嘚瑟啊 偷着乐就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再叽叽喳喳的啊 那属于找死 那是等待一泡牛粪把你盖住 那种傻鸟 哎 以后不这么简单粗暴的讲这些话题啊 那么 昨天下午啊 这个李李辉同志啊 他讲的这个课 我刚才听的是第一遍 我觉得还要听两三遍啊 非常的内涵非常丰富 他是我们国家高级别的金融领导啊 金融行业的领导者啊 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行长的职位上啊 他其中一个职务是区块链 那个什么协会啊 那个是有一定权利的啊 将来制定一些监管方面的政策啊 他肯定会参与的 那么从他这个很长的课程里面啊 是从Libra开始的啊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 由于Libra的威胁啊 Libra 他的威胁啊 让我们加快了 我们国家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啊 至于里面的各种原因后果啊 他都给大家讲的非常透彻了啊 关于未来我们也很关心是吧 也可以从他讲话的内容里面揣摩出我们国家的领导层 对我们国家这个区块链 尤其是数字货币啊 数字货币好像也未来的发展啊 监管的政策取向啊 呃 我感觉是比较乐观的啊 什么叫比较乐观 就大家可以继续玩下去的啊 这个设计的理论性的内容啊 以后再逐步的啊 逐渐的跟大家分享啊 我们可以把它里边方画面内容啊 每次啊 单独就一个问题跟大家拿出来分享 讲讲深讲透啊 其实在这十个月里啊 尤其是后面我们在19年的十月份之后啊 我们已经讲过啊 已经跟大家分析过 央行数字货币啊 天称币 比特币 他们之间相爱相杀 互相啊 之间的逻辑关系啊 互相之间的啊 此消彼长的利益竞争的格局 你如果把这些啊 都弄明白了啊 其实啊 今天这个李航长讲的 跟我们以前分析过的 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 从领导的角度 他站得更高啊 看得更远 讲得更透 而且更值得高兴的是啊 领导层他的见识啊 确实比一般老百姓要见识强 再一个 他本身的身份啊 是可以影响将来啊 这个 不管是小到你 大到整个国家这个政策啊 数字货币监管政策的运行 但是听话听音啊 你不要去问个明确性的问题啊 领导是不负责这些问题的 不负责解答的啊 你从他整个全篇透露出来 他对这个事的 对整个数字货币啊 对整个区块链未来的 这种开放式的态度啊 还有他的站位出发点 是为了国家好啊 对不对 在面临雷布尔的现实威胁啊 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 而人民币国际化又被雷布尔 横空出世 把家里阻挡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利用好 现有的资源技术条件 为我们自己找出一片新的升天 从这个角度上 去考虑一切问题 那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你只要相信他会回来 我们不说你是鸡汤式的相信啊 你从道理上明白了 确认他会回来 而且实际上也给你看到测试板了 你何必再纠结那么一两天三五天呢 他会让你自己很不健康的啊 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呢 我觉得觉得很重要啊 不但是身体健康 尤其是心理健康啊 你说啊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啊 祝大家心情愉快啊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